大家说 我这样用电脑玩暗期手游会被封烧吗 会不会有点太气愤人了 嗨 我是迈克 这台鸿沫游戏笔记本16pro 我已经用了半个月了 我感觉鸿沫第一次做游戏本貌似没啥经验呀 不太懂得控制成本 把所有的料都给飘飘了 这性能的强悍纪文力性真的没话说 队友被偷了 看我改强天才卖某人如何极限凡杀 八倍喷子加上毒头弹 说真的 来多少 打多少 先开外观 虽然它的名字叫红墨游戏本16pro 但其实并不太像是一台电竞本 整体采用航空铝合金CNC工艺 三面具为全金属材质 哦 对了 我这台是冰川岩 我发现这个颜色有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不嫌指纹 至于借口方面就不多做介绍了 都是目前旗舰游戏本的常规借口 比如40G的雷电4借口就是必须的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 这台本子确实做得非常轻薄 最厚处23.9mm 最薄处13mm 总体来说它打破了我们心中 传统电竞本的那种固有印象 红墨的工业美学设计一直都很出色 同时16寸的身材 也能很方便地塞进我们的各种背包里 所以至少在外观方面 我感觉不应该叫它游戏本 应该是一台具有强大游戏性能的全能版 可以看出红墨的野心挺大的 第一次做游戏本 就想什么都要 什么都要见过 与此同时 这个设计也极好地解决了 某些用户群体的痛点 比如你是一个刚刚高考完的准大学生 很容易就能说服父母 让你把这么一台强悍的学习本带入校园 再或者你是个喜欢玩游戏的商务人士 再也不用担心电竞本的炫酷的RGB灯效 或者开机声音 出现在某些不合时宜的商务场景中了 而这台红墨游戏本16 Pro 可以出现在任何场景中 毫无违和感 笔记本B面边框控制的比较窄 屏幕分辨率2.5K 比例16比10 支持100%DCI-P3高色域 以及最高240Hz刷新率 这都是旗舰游戏本的水准 C面四分区RGB键盘支持魔光同步 自带数字小键盘 键盘的敲击手感挺舒服的 但碍于机身厚度 键程肯定是满足不了我们游戏玩家了 建议深度玩家外接机械键盘 还可以魔光互联同步RGB灯效 进入系统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投号玩家 对游戏本进行功能调节和设置 玩游戏的话肯定要开觉醒模式 同时也能调节键盘区域的灯光 并且是可以单独分辨调节的 自由度很高 A面的logo也能调节 游戏模式也是一台游戏本必备的功能 接电源的时候肯定要打开独显模式 看到右下角的路屏小绿点了吗 这是N危险卡的路屏功能 只能在独显模式下允销 所以靠这个也能很容易判断出一台游戏本 是否真的支持独显之脸 性能方面3GMark跑分130左右 符合起i914900HX加4070的配置水准 这个性能B1那台12900H加3080Ti的游戏本高出8% 相对于其轻薄的机身来说表现非常出色 按照官方数据 它的整体最高功耗输出在195W左右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它的机款3A大作中的性能表现 首先是2077 自在基准跑分平均80帧 分辨率设置为2.5K画质高 并且关闭着光追 而开启光追的情况下 平均帧数则为69帧 然后是三角充行动 同样是2.5K分辨率 画质设置为超高 帧数基本在110-160帧中 这游戏的画质其实很接近3A 个人最近很喜欢玩 二灯法环 最高画质下稳定60帧 低平线5高画质 中档光追效果 平均帧数141 而设定为最高画质 且高光追效果 则平均帧数为84帧 霍格沃茨之一 最高画质下稳定在100帧以上 综合以上数据来看 这台本子绝对符合 旗舰游戏本的水准 再结合如此轻薄的机身 在忽摸一贯的 极致美学设计加持下 可以说是一台游戏本中的 西装暴徒了 很多人可能关心 这么轻薄的本子 散烂能力如何 来开一下最高画质 开启觉醒模式 运行赛脚中一小时后的 噪音情况 还可以吧 然后再改成平衡模式 当天真数变好不大 噪音则降到50分贝左右 温度方面 B面下色36度左右 键盘中间区域45度 锁色操作区域42.2度 转轴区域50度 屏幕温度35度 整体散烂水平非常优秀 键盘两侧温度较低 不影响长久操作 聊完了性能 最后再说一下江湖方面 这台本子可以很容易地 和我们的手机进行多屏协同 并且延迟很低 投屏方面可以通过无线 也可以通过有线 如此一来 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查看 手机中的照片视频道 甚至通过简单的按键映射 还可以用笔记本 轻松游玩手机上的游戏 你看到的这个镜头 就是我貌似测试 用电脑玩按去手游 如所周知 用电脑玩按去手游会被封号 虽然几天过去 聊天的账号没有问题 但仍然强烈不建议这样 现在按去也出PC版了 想用电脑玩 高胭脂又高性能 还能多吵你 使用的红模游戏本 真卖你一万出头 你可还没听 哇 果然好人不长命